我用我的越南文跟大家拼了 把蘇打燉 Coffee OK 你看 點好了 快快快 特寫特寫 你說什麼 與其看我不如看他們 這是Fish的魚球 Special的 跟一點魚球 然後呢 魚球 全部都是魚蛋 都是魚球 那 CRACK 很香 C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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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今天想什麼 想什麼呢 現在呢來到的是 現港的這個美西沙灘 你看 都沒什麼人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是早上9點 早上9點多來這邊 我覺得不錯耶 因為呢 比較沒有那麼曬 要不我們就下午4、5點來 也比較涼爽 美西沙灘當年我們來的時候 我講過一句話就是說 這裡是東方夏威夷 我現在懂了 這裡真的跟 威雞雞海灘很像耶 就是中間一條馬路 然後這一半邊呢就是沙灘跟海 而且非常長 然後左半邊呢就是 整排的飯店還有餐廳這樣子 威雞雞夏威夷就是這樣子啊 難怪被譽為這個 東方夏威夷 這麼長 一個浪漫的沙灘呢 被世界的什麼聯合什麼 什麼組織會 評點為 人生必去的50大景點之一 這樣子 唉唷 這真的太 好酷耶 欸 這海龍蛙兵耶 你看海龍蛙兵在超快點 快快快快 特寫特寫 你說什麼 與其看我不如看他們 哇哇 海龍蛙兵 七早八早在這邊 他們不是海龍蛙兵啦 他們全部都是救生員 早上在做暖身操 萬一有什麼狀況的時候呢 隨時都準備好要去救人這樣 導遊什麼都知道 你什麼都會喔 你什麼都會喔 好啊 我是完美的 好美的導遊 真的喔 我們現在就在美西沙灘旁邊的咖啡廳喝個咖啡 那這一集我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曾經跟團的時候呢 然後抓出很多空母的時間 然後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這個應該不容易 團也有保護你安全的規則 所以你必須要做什麼事情都要先報備 但我盡量 我相信我們一定做得到的 這個應該比 我跟鬧著玩的時候 還要難完成 但我會努力完成 這樣 好現在是縣港的中午12點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其實我這一趟來 能夠來到越南啊 我是跟著團嘛 那現在呢 整個團呢 都已經在吃午餐了 突然間我發現了一間魚蛋粉 那這間魚蛋粉呢 我本來那一天喔 自己就想要來拍了 但是因為時間沒有拿捏好 你知道我不是 不是跟著鬧著玩出班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沒有想到 今天團客吃的餐廳的對面 就是這間魚蛋粉 這不是天助我也嗎 那我就放棄了盒菜 我來跑來吃這一間 平價數也蠻高的魚蛋粉 這樣子 現在麻煩這什麼點 我來看一下喔 這是Fish的魚球 Special的 跟一點魚球 然後呢 魚球 全部都是魚蛋 都是魚球 一碗差不多六七十塊 有沒有比較不辣的 我看一下 Crab paste 蝦球 魚球蝦球跟蝦餅啦 那我要這個 好 我來開動 感覺好像都是在地人在吃的 剛剛還有看到那個 摩托車 計程車 司機 也進來吃這樣子 你說評價還不錯對不對 1000多個評論 然後4.2顆星 是不錯的啦 這個麵 就有點粗米粉的感覺 然後味道還不錯 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然後加了很多的那種 韭菜的Fu 所以韭菜跟蔥 有一點客家湯頭的那種感覺 酸在前面 然後甜在後面 是海鮮熬出來的湯頭嗎 喔 我喜歡這樣子在地美食 他們都很喜歡擠檸檬 然後呢 加一點辣 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多 我怕辣 啊 喔 彷彿是兩碗湯一樣的感覺 你加了辣椒跟湯 那個那個檸檬之後 就真的是東南亞美食了 這是剛剛看到的那個 蝦餅之類的吧 還是蝦球之類的 還要回家 這個是… 這個是蝦球之類的 蛤 蝦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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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鞦 沒有鞦啊 牛 OK 好 這個是牛 這個是 好 給我 我去拍一下那個照片 我就知道了 鞦在哪裡 鞦是這個 是蝦餅 是蝦餅 是魚丸 我看照片啊 它那邊有圖片 這個是 這個是魚丸 這好吃 而且它比較紮實 甜不辣的感覺啊 然後這個是 蝦餅的感覺 所以它的蝦餅是鬆的 然後也沒有太多特殊的味道 就是 很鬆的漢堡肉的感覺 這個好好吃喔 我剛剛都沒有看到這一顆長得很像魚丸的 終於有一個球狀了 跟剛剛都不太一樣 這吃起來有香菇鳳丸的味道 最棒的是這一顆喔 一盒喔 配件不錯 109 這次我看到 第二個了 就是他們的筷子洗一洗之後 都會拿去曬太陽耶 他們是用太陽消毒的 好酷的越南的一個文化 嘿嘿嘿嘿 今天要來體驗一下 越南當地人的文化 就是呢 在旗樓邊 襲地而坐 欸不是襲地而坐啦 就是坐小板凳這樣 然後就喝個咖啡 然後就放空這樣 然後今天 其實路上啊 都沒有車沒什麼人 因為今天是他們的 放暑假的日子 廉價 所以很多店家都沒開 然後我就 隨意找了一間 來感受一下 坐在這邊會有沒有什麼靈感 好嗎 這邊有英文 啊 沒關係 我用我的 越南文跟他拼了 啊 蘇打 燉 咖啡 OK 你看點好了 啊 你要嗎不要 萌 OK 好開心喔 嗯 你們來越南旅遊的時候 一定會隨處可見 很多棋樓都擺了一些矮板凳 然後矮桌子 大家就坐在那邊 發呆的發呆 聊天的聊天 然後喝喝咖啡 度過甚至一整個下午 那你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坐矮板凳嗎 嘖 為什麼不是那種高一點的椅子 他們有此一說是因為 他們希望大家坐下來 休息放鬆 或者是在聊事情的時候 通通都坐下來 心平氣合的 大家平起平坐 同一個高度 今天老闆 跟員工講話 也可以坐在這樣的矮板凳上面 大家就是 像好朋友一樣 這樣子來聊天 來來來 平起平坐 拍個照 你們自由行喔 沒有沒有沒有 那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現在可以出來 不是跟公司旅行 他們在吃飯 哦 OK OK 你們去玩了什麼地方 巴拿山 五行山 巴拿山 美山聖地 慧安 對 對 也銀色的景色 對對對 都是一樣 抓緊時間可以出來走一走 我覺得很好 OKOK 掰掰 謝謝 巧遇了台灣朋友 然後他們是員工旅遊 然後也是跟團 然後我們走的行程 都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他們很棒的就是 公司的人 他們在吃午餐 然後他們就出來走走逛逛 那不就跟我一樣嗎 他們這種精神 我把它歸類為 今天想什麼 空檔時間呢 出來走逛 那為了目的就是想要找一個 便利商店 Mart 現在找到這一間 感覺裡面是蠻高檔的 還不錯 然後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到越南呢 其實你可以買些什麼好不好 這邊是賣果汁的 然後我上網爬文了一下 他說呢 這邊蠻好喝的一種果汁 是火龍果汁 喝起來像蘋果汁 啊這個就是火龍果汁耶 這個這個這個 火龍果汁 這是其中一個大家有推薦的 然後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來超商必買的第一名的咖啡 越南先生咖啡 它有四合一跟三合一的 好 看不 啊 sugar milk跟cream 那三合一是什麼 糖跟cream而已 所以它沒有牛奶 那如果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會喜歡這個四合一的 因為我一定要有煉乳 這個好 這個這個 一樣啊每次出來玩呢 小朋友就賦予我任務 就說一定要買一點 越南的餅乾回去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邊的餅乾啊 都是來自我們亞洲各地的 台灣的 日本的 韓國的都有 所以如果要真的買越南的話 他們這邊比較知名的是一些 腰果這種東西 它這個腰果有分那個什麼 袋殼的跟沒袋殼的 看你喜歡哪一種 袋皮跟沒袋皮的吧 這樣子 我們在遊覽車上面導遊 有給我們吃過這個 對啊 我個人還好 不過我還是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來越南可以買這個東西 我覺得巧克力可以買 它上面寫馬路 然後它有寫%數嗎 哦 70%的 然後有66%跟64%的 是這個意思嗎 是 那巧克力我們家就可以 我可以買巧克力 這幾個品牌是我 剛剛上網看到的 所以就進到超市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餅乾沒辦法開箱給大家 因為餅乾是小孩要吃 我來喝一下它的這個 什麼很好喝的火龍果汁 然後喝起來像蘋果汁的這一瓶 欸很酷耶 他們超市外面就有小椅子可以坐 很願啊 很好玩 很好喝 很像很酸的蘋果汁 聽起來好像酸掉壞掉對不對 不會 那個甜味還在 微微的甜味還在 但是一入口是酸的 楊桃汁 來拿去喝 是嗎 楊桃汁啊 超級酸耶 對 楊桃汁 很好喝 它的酸很酸 很爽耶 因為夏天 對 剛好 好喝耶可以買 可以買好喝好喝 哇 網美咖啡廳 舒服耶 因為裡面有冷氣啊 因為外面有點熱啊 雖然我不怕熱 但也不能在外面太久嘛 這個這間店一進來啊 它有帶一點點復古的元素 然後最特別的是 它旁邊是一間花店 所以呢很多人都在那邊拍照 如果花有夠鮮豔的 是新鮮的花喔 因為旁邊的人 在做那個修剪花的這個工作 然後呢 可能也有在賣 可以拍照耶 對 大家可以進去那邊拍照 然後呢 又是喝咖啡 我這三天喝下來的咖啡 哇 我回台灣應該 尿的都是咖啡吧 誒 進到這個花花世界裡面來啊 一進來之後呢 就非常的香 因為呢 這個都是新鮮的花朵 釋放出的香味 然後有幾位阿妹啊 就在這邊拍照拍起來了 穿得很漂亮 類似白色禮服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張椅子 哦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坐在這邊 然後在拍一張照的話 有沒有感覺就是花美男呢 這次來縣港喔 其實玩得還算蠻開心的 只是說 跟團喔 時間被拉得有點鬆散這樣子 不管怎麼樣 這就是我的眼睛看到的 縣港的世界 來跟大家分享 OK 今天影片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